任天堂Switch上面卖的最好的游戏就是玛利欧赛车8豪华版 然后7月份我去圣地亚哥comicon的时候 他们有公布说今年年底会出一款真人版的玛利欧赛车 10月份的时候它也上市了 我们看一下它到底有多大 大家好,欢迎回到Tommy.game的频道 我是Tommy,一个在美国的任天堂中式粉 如果你跟我一样喜欢任天堂或者是玛利欧赛车的话 欢迎你能订阅我的频道 也欢迎你能留言,点赞,分享这支影片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箱子真的是非常的大 这个玩具的全称叫做Mario Kart 24伏的Ride on Racer 也就是说是可以让小朋友坐在上面开的 这个玛利欧赛车可以让孩子们坐在驾驶座上 然后这个赛车的设计是跟游戏里面 玛利欧赛车的设计是一模一样的 有超大的轮子 然后前面还有一个玛利欧的M 以及蓝色、红色、黄色的色调 这个赛车的售价是399美金 其实可以算是一个比较高级一点的给小朋友的礼物 它拆开是这样的 里面都是散的 需要一点简单的组装 家里面常备的工具就足够了 它可以最高承载的重量是37公斤、81磅 诶?等等?所以说我是不能坐的吗? 在美国小朋友可以驾驶的玩具车的速度一般是5英里一小时左右 但是这辆车可以达到8英里 就是13公里一小时 还可以这样甩尾 就是飘移跟游戏里面的飘移感觉一模一样 有三种速度可以选择 这个马六塞车还配有一个喇叭 它可以播放跟游戏里面一样的音乐 这么好玩 当然它就获得了2022年的年度玩具奖 接下来是这个星期的任天堂快报 日本在2022年11月11号会在大阪开设第二家直营的商店 日本在2019年东京开设了第一家任天堂的商店之后 其实日本没有其他的任天堂的直营商店 我们看到很多可以在东京任天堂商店买到的东西之外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看到的马六系列 皮克敏系列 动物森友会 斯博拉顿 还有塞尔达的各种商品 还有专门大版设计的游戏 Nintendo Osaka的各种商品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你跟我一样喜欢任天堂或者是马六塞车的话 欢迎你能订阅我的频道 也欢迎你能留言点赞分享这支影片 如果你买得到马六塞车真人版的话 你会想要买一个吗 当然了 不能买给你自己 只能买给小朋友玩 OK 那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